主席 连任的第四届董监士 在负责 营运留任一直到 现在那第五届的 董监士到现在都还没有 办法能够被 这个任命 局长 你不是没有权限 你应该要如何 居中作为一个协调整合 有效的协调整合 你要晓得 我们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一部公事法 当初立法的时候 是有众多众多的条款 之间折冲妥协 交换 什么样的制度不要 交换成现在这个公事法的制度 也就是 让评审 审选委员 他有四分之三同意 才能够任命公共电视的董事 这无非是要 创设一个少数否决权 用这个少数否决权 让公共电视 我们逼使公共电视必须是一个反应多元声音的 董监士会结构 少数否决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最少数 就是要促使他多元 今天因为这个少数否决权必须要四分之三才能够通过选任董事 执政党坚持提出来的名单 坚持是整个选建委员没有办法 经由四分之三同意接受的名单 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同样的名单 你今天看到那个僵局 现任的董事名单 提出去的时候 现任的选建委员里面 有多少人对于现任的董事 过去的恩怨纠结 过去意见的不同 过去的争执延续下来到现在 你要他们的手中去同意这些人的任命 你明明就是怎么样 明明就是故意让他悬而未决 同样的名单 过去厮杀多年的两群人 你硬要在这个任命的过程当中 让这些选建委员被他们踢出去的选建委员 由他们的手中来同意这些当初把他们踢出去的名单 让他们续任第五届董事 这有可能吗 就是故意让他变成僵局 我不是诛心之论 我有证据 我的证据呢 就是你们送进来的公事法草案 你在送进来的公事法草案里面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就做两件事 第一个抓权 第二个要钱 要钱的部分是开放广告 过去公共电视不能播商业广告 可是节目可以接受赞助 现在送进来的呢 广告只要著名赞助者啦 广告只要如何如何就不再此限 所以开放可以播广告 开放可以播广告 这是要钱 第二个你如何要权 你把董监事的董事名单 当你们掌控了公共电视以后 再把董事的名额从当初为了要稀释原有董事结构 把把他修成是十三到十七 再把他恢复变成十一到十三 十一十三到十七 你们把他修成现状 然后再把他恢复到十三到十七 再减少董事的名额了 那么限缩董监事的背景 而且呢 无限期让他们 如果在你在第十四条的第二项里面 让董事新任董事 如果没有办法聘任的时候 无限期可以由旧有的董事费 无限期延任 也就是你要让现在的僵局延续嘛 第五届 第五届如果还是继续拼不出来 那么新法只要一通过 第四届可以无限期延长他的任期 你可以让他继续延长 而且没有说延长不得超过几个月 没有 可以无限期延长 另外 把董事的背景呢 限缩到 只要求必须是 教育传播新闻等等相关的人才可以 本席问你啊 学社会学的为什么不能当董事 新法送进来以后 学社会学的不能当董事 学法律学的也不能当董事 因为你把董事的身份 已经限缩成为极少数人 非常非常就是教育跟传播新闻的人而已 限缩了董事的名额 延长原有任期的董事 可以继续延任之外呢 你们还冲着正同聊 他用公共电视的钱 去做假实执行这件事情 报复性的条文出来了 你们用什么报复性的条文 这个条文最好笑了 第十四条的这个条文最好笑 就是如果说董事对于公共电视台 有什么不利的行为的时候 要付赔偿责任 这个最好笑 为什么 因为你在现有其他的法令里面 你都可以追究他们对公共电视台 有不利的时候的赔偿责任了 你刚刚在儿童与青少年节目的时候 你说因为其他的法令 所以有规定 所以我们要把它取消 那这一条呢 是其他的法令有规定 我偏偏要把它放进来 你就冲着正同聊来嘛 通过了以后 就可以怎么样 追究正同聊的赔偿责任嘛 局长 你知道吗 你送进来的是这种 用法律的工具 用公事法修法 这么神圣的一件事情 用法律的工具 要再去落实与延伸 过去两年来公共电视的内部斗争 我无法接受哦 除此之外 这部公事法的修正草案 没有任何公共利益 可以值得本席称赞 没有 这样怎么去选举 如果这个政绩继续挂在那里 就是说当新闻局局长 他领导新闻局 他督导工广集团 结果让工广集团 陷入这样一个纷争多年 苏俊斌的时代延续到你了 都没办法解决 然后还送一个法下来 要继续延伸这种斗争 继续延伸要追究赔偿 然后 这样下去 继续要让旧有的地世界 无限期延任 然后要对正同僚赔偿 送这种条文进来 你这样怎么去选举呢 选举的时候 大家如何接受说 有过这样经历的人 然后我要把一票投给他 局长 我们修公司法的时候 本席会好好 那另外 为什么今天 这么多的委员会对 全球中央 菲律宾事件这篇 董事长的专文有意见 局长不要忘了 中央社是国家通讯社 国家通讯社 它所服务的是人民 它要代表的是国家的声音 是人民的声音 但是今天 我们看到这一篇主张 当全国一致 都认为菲律宾 错把台湾的 法律主权 属于中国 而且以实际的行动 在落实一中架构的时候 全情激愤的时候 竟然写一篇文章 认为台贤潜入符合国际惯例 然后说卖台太沉重 这绝对跟主权有关吗 这件事情沸沸扬扬 当然跟主权有关 为什么 因为中国诉求的 不是什么被害人主权 中国诉求的是什么 是国籍管辖权 以国籍管辖权 把台湾的这些罪犯 要求要遣送去中国 你了不了解 他会以被害人管辖权吗 你有什么证据说 中国是以被害人管辖权 来要求要这些人犯的 中国是以国籍管辖权 来要这些人犯 因此菲律宾 整个政府 包括总统才会讲说 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们自己去解决 才讲说 一个中国的政策之下 他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我没有道歉的理由 他才会那样讲 他才会那样讲 如果不是以 国籍管辖权的话 菲律宾哪有这个逻辑 这个难道 不涉及主权吗 当他是涉及主权的情况之下 今天 董事长 我想请问一下董事长 来我们请董事长好不好 董事长这篇文章 他的内容跟他的标题 其实是符合的 董事长本席请问 其实董事长的法律见解是对的 董事长认为是行为发生地管辖权 对不对 是不是 董事长是主张行为发生地管辖权 对不对 所以董事长认为 我们要要求遣返这些人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那董事长的理论是对的 因为国际法非常清楚 就两个管辖权 一个第一优先为主 是什么 是领域管辖权 就是发生地的领域 领域管辖权第一优先为主 然后国籍管辖权为辅 就是他所属的国籍 国籍管辖权为辅 大家要知道被害人管辖权在国际公法上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国际法庭上只有一个条件被接受 是什么 是犯罪行为人已经在那个被害人所属国家的领域内了 才引用才有判例去引用被害人管辖权 也就是今天中国如果用被害人管辖权要这些人是要不到的 因为这些人没有在中国 国际法庭的案例昭彰若目 连台湾的两条船 1928年的时候的莲花号 以及福明伦这两条船 当时船上的罪犯 到底要被遣送回他们的国家 还是被留在被害人所属的国家 国际惯例非常的清楚 判决的结果就是被害人管辖权 唯一被承认的条件是 犯罪人已经在该国才有被害人管辖权 现在犯罪人在哪里啊 有没有在中国 没有在中国 所以中国这一次不是以被害人管辖权要求这些人 那我要请问犯罪行为发生地在哪里 董事长 那犯罪行为呢是在中国大陆上 所以啊 全台湾我只听到一个人说犯罪行为发生地在中国 因为犯罪行为发生地事实是在非洲